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們在第六世代N-Chan以及第五世代P-ChanMOS 20到100V新製程的MOSFET 那其實螺母在MOSFET的部分來講的話產品蠻豐富的 從小型號的MOSFET還有到MIDDLE POWER到150V左右 主要是應用在像車載、風扇、Nordbook這些的MIDDLE POWER的MOSFET 然後再來就是屬於高壓的部分 900V到1200V像SIC的部分或IGBT的部分 主要是應用在電源PowerSupply或Lighting相關的一個應用 那接下來介紹螺母在新的一個製程以及Package和Low Map的一個介紹 那左邊這張圖來講的話是螺母在MOSFET的一個process的一個trend 那主要分兩大部分 那第一個來講的話就是朝向產品的一個維繫化的一個製程 然後開發出Low RDS上的MOS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就是藉由構造上面的一些改善 讓產品的一個切換的一個速度更快 所以我們的一個process trend來講的話就是朝向Low RDS上跟 High Speed這兩個部分來去做一個開發 那右邊這張圖來講的話就是我們的一個第六世代最新的一個NCHMOS的一個process 我們叫所謂的Spring Gate的一個製程 那從我們可以發現就是從最左邊的一個第四世代到第六世代來講的話就是我們的一個chip的一個單位面積RDS上大概降低了50%就改成Spring Gate製程之後 那我們跟其他的一個競爭者來比的話 其實我們的就是chip的一個單位面積RDS上其實跟競爭者其實已經達到同等級或甚至更下 那接下來介紹就是我們在第一世代到第六世代的一個製程方面的一個眼鏡的說明 那第一世代來講的話就是所謂的Trench的一個製程 就是Gate 緩下漲 那所謂Trench就是所謂的毫鉤的一個意思 那第一世代來講的話有什麼缺點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假設我今天要提升我的MOS耐壓 例如說我今天MOS耐壓要從30V提升到100V 我必須要把這個N-Epicent的一個Layer變比較厚 才可以把耐壓提升 那以這種Trench的構造來講的話 下面來講是Grain端上面是Source端 電流是走垂直的方向 那你今天為了把耐壓提升 把這個N-Epicent的Layer變厚之後 會造成電流走的路徑變長 RDA上升 所以Trench的製程來講的話就是你耐壓越高 會造成RDA上的一個上升 那為了改善這樣的一個缺點 我們演化出所謂的第四世代的一個製程 那第四世代製程來講的話 一樣它這邊是一個Trench的一個Gate 但是兩邊來講的話就是多了這兩根 這一般是叫做所謂的Source Poly Source Poly來講的話主要目的就是說 像一般第一世代來講的話 它的空閥層是上下來做一個擴張 但是第四世代多這個Source Poly來講的話 空閥層就是也可以往左右方面去做一個擴張 所以相同耐壓第一世代跟第四世代來比的話 我的AP層可以做得更薄就可以達到一樣的一個耐壓 當你的一個AP層做得更薄之後 你電流走路徑變短 所以相對的相同耐壓的話 我比第四世代來比的話 我的RDA上可以做到更低 那另外來講的話各位可以看到一個部分 就是說第四世代這邊Gate下面這個 這個是所謂的灰色這部分是所謂的氧化層 它跟第四世代來比的話 這氧化層的厚度明顯變得比較厚 那大家知道就是說以電容來講的話就是 這是電容中間的一個電界值 電界值越厚來講的話它的一個容值就越小 所以以第四世代來講的話它這邊是Gate對Source 所以是它一個CGD的一個寄生的一個電容會比第一世代來的還要更低 但這個CGD來講可能也跟QGD啊 QG等等相關的 所以以第四世代來講的話 除了它改善了一個RDA上的一個特性之外 還有包括它的一個QG的特性也獲得改善 但是以第四世代來講的話也有一個缺點可以再做一些改善 以MOS來講的話它是很多Sale並列 當你MOS單位面積你MOSSale的一個個數越多來講的話 它的RDA上就可以做到更小 那以第四世代來講的話其實這兩個SourcePoly其實是蠻占chip的一個面積的 所以為了改善這部分的一個缺點 我第六世代就是所謂的SplitGate的一個製程來講的話 就把這個SourcePoly直接做到Gate的一個下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第六世代SplitGate跟第四世代來比的話 箱頭面積我這邊可以放到三個Sale 那以第四世代這邊可能只有一個Sale 所以第六世代來講的話 它可以做到跟第四世代來比的話 RDA上又可以做到更低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Process眼鏡 從第一世代Trench到第四世代到第六世代SplitGate 它的一個不管是Chip的一個單位面積RDSR 或說RR跟QG的一個成績 做的都比之前的第一世代 那我們30V來講的話 我們之前是第四世代 那預估是在2020 就是明年的時候 我們會導入第六世代的一個製程 那還有包括40V、60V、100V的部分 之前來講的話是第四世代還有第三世代的一個製程 那從去年年底開始來講的話 我們也陸續導入了第六世代的一個SplitGate的一個製程 那在2022年之後來講的話 我們也導入更新的第七世代的一個製程 在150V的部分來講的話 也是在今年就開始導入了第六世代的一個製程 那之後也是一樣在2022年來講的話 也會開始導入第七世代的一個製程 在PCharm部分 那除了NCharm部分 我們的一個製程的一個改善之外 還有PCharm部分 我們也要導入新的一個Wafer的一個process 那以PCharm30V部分來講 就是原本我們就是已經導入了第五世代的一個製程 那40V、60V跟100V 在之前2019年之前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製程算是比較舊的 在第一世代的製程 所以之前在2019年 我們有一些MOS是N加P的一個組合 那時候可能就是大家會覺得說我們NMOS的一個特性還不錯 為什麼PMOS的特性感覺上就比NMOS差 主要是因為我們在2019年之前 我們還是維持在第一世代的製程 到了去年2020年之後 我們在PCharm40V跟60V還有100V的部分 也陸陸續續導入了第五世代一個製程 所以我們現在的一個NMOS 第六世代Sprigate 那PMOS來講會導入第五世代的新的一個製程 所以有一些應用在封上的像N加P的一個應用來講的話 其實NMOS跟PMOS的一個規格 已經非常的一個接近 那在這次我們的package的部分 那特別是在五乘六的一個部分來做跟各位做個說明 那五乘六之前我們主要是用的所謂的 alumin ribbon的一個架構 就是這邊是一個鋁片 就是chip跟這個端子 做一個連結來講 它是用所謂的鋁片 alumin ribbon 那新的一個package來講的話 我們所謂的shoe clip shoe clip來講的話 就是說這個中間這個是chip 那底下來講的話是frame 那上面來講的話就是用銅片 銅片去做一個連結 這所謂的shoe clip 那alumin ribbon來講的話 就是左邊這張圖 它是用鋁片去做chip跟端子的一個連結 這邊主要是source端子的一個連結 那這兩個package來講的話 不知道有什麼優缺點呢 大家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到 就是說 alumin ribbon 它的一個package rd3 其實是比較大的 它的package rd3 大概是0.6mΩ 那在shoe clip的部分來講的話 它的package rd3 來講相對比較小 就0.2mΩ 所以我們再來看 右邊這張圖 以mosrd3來講的話 簡單來講可以分兩部分 一個是你chip本身的一個rd3 那再來就是你的package造成的rd3 所以totalrd3就是你的chiprd3加上你的packagerd3 那我採用這個所謂的alumin ribbon的包裝 跟shoe clip的包裝來比的話 我整個的total的rd3 大概可以降到23%左右 所以 以這個來看就是說 你像你採用做alumin ribbon 它關你的package rd3 就0.6mΩ 所以有一些mos 它可能要做到1mΩ以下的話 其實基本上用alumin ribbon 這種架構是很難達成的 因為關你的package rd3 就佔掉0.6mΩ 佔掉一半以上 所以像如果說 要開發像1mΩ等級的 這種rd3mos來講的話 基本上都會採用這所謂的sue clip的架構 那sue clip的架構來講的話 除了剛才提到就是說 它的一個package的一個 所造成rd3上比較小之外 那當然它上面是整個銅片 所以它的一個散熱特性 也會比這個alumin ribbon來的還要更好 那另外來講的話 如果說它跟wire的架構來比的話 這sue clip它package所造成的一個寄生電感 相對也是比較低的 那我們現在有開5x6跟3x3 這兩個都是採用sue clip的一個包裝 那之後來講的話 也會考慮就是所謂的 double heat sink 就是說除了靠底下的drain端子 來做散熱之外 還有靠上面這個有一個散熱片 就是兩面同時可以達到散熱的一個效果 那下面來講的話 主要介紹我們在40V 60V 100V跟150V 就是新製程Sprigate的一個 Line-up的一個簡單的一個介紹 那這個是我們第六四代的一個MOSFET 那就是剛才提到就是 主要就是有5x6的包裝 以及3x3的一個包裝 那應用來講的話 像這種150V以下的MOSFET 應用主要是像在工具機的應用 或者說馬達HBridge 或者說三項的這樣的一個電路的應用 那或者說在這個Power Supply 的一個二次側的一個同步整流的一個應用 那這些應用來講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求MOS的特性就是 要低壓跌上或者甚至要Low QG 打到快速切換的一個目的 那這邊是我們40V 60V以及100V的一個 產品的一個Line-up的一個介紹 那從這種小包裝 TSMT8的話 這個尺寸大概就是跟 3x3mm左右的一個大小 那還有像這個是DFN2x2 的一個大小 那下面這個是HSOP8的話就是5x6 那有40V 然後還有60V跟100V 這三個那一樣 那像以這個小包裝的2x2的 產品來講的話 40V來講的話 它可以做到10A 那60V它也可以做到7A 或100V來講的話 它可以做到6A的一個等級 所以像如果說有這種小型化的需求 來講的話 像這種DFN2x2的一個MOS來講的話 相對的是非常適合的 那如果是說有大電流需求來講的話 就可以利用像HSOP8 5x6的一個MOS 那100V的話可以到62A的電流 那這邊 那這邊 這一頁slide來講的話 這邊的一個包裝是算是比較大顆的 像TO252 或TO220 那這種比較大顆的 那它所可以承受的一個電流更大 這邊一樣有40V 60V跟100V的規格 像以TO252來講的話 40V就可以對應到70A的電流 那TO220來講的話可以對應到180A的電流 那像TO252的 TO220來講的話 它的RDS-3就非常低 可以做到1mL等級左右 那再來是150V的部分 那這邊來講也是主要有像 SMD的TO25 D-Pack 或TO263 這是D2-Pack 這兩個都是屬於 SMD的包裝 還有TO20的部分 那150V的話 像SMD的包裝來講的話 它最大可以做到 105A 那RDS-3也是在 6.8mAh等級 那如果說像這種插件式 TO20來講的話 它最大也是到 105A 然後電流是大概在 6.8mAh 那剛才主要是介紹 Single部分 那這邊是 DUO部分 有DUO 這邊是主要是N加N的一個介紹 小包裝 像TSMT8 或 2x2的一個包裝 或是像這SOP8的 也是一樣 就是有40V 60V 或100V的這樣的一個 耐壓 那在這邊是主要剛才提到 就是我們在封裝的部分來講的話 從原本的 Anumine Ribbon 那到了 第六世代 我們有導入所謂 Shield Clip的一個架構 那 主要的包裝來講的話 就是有5x6的包裝 跟3x3的包裝 那 耐壓的範圍來講的話 就是40V到150V的一個等級 那 以40V來講的話 就是電流可以到120A 那它的RDSM來講的話 也可以做到像 E-minium 左右等級的一個RDSM 那以這種40V應用來講的話 那這邊列出來 是民生品 那當然我們也有對應的一個 車載品的一個產品 例如說像一些車載 比較大型的風扇 像 所謂的HVAC 就是空調方面的一些風扇來講的話 它是那種三項的一個電路 那它就可能會用到6顆 類似的這種 5x6的 然後大概是1-minium 等級的一個MOSFET 那還有這個3x3的部分 也是一樣 40V 60V到 150V的一個耐壓 就是說 假設你的應用來講的話 可能是有 比較小包裝 那但是你又需要大電流 的應用來講的話 可能這種3x3的一個MOS 是非常適合的 再來是這個N加P的應用 這個N加P來講的話 就是NMOS 是採用我們 第六世代最新的一個 Sprigate的一個製程 那PMOS來講的話 是採用我們 第五世代的一個 新的一個製程 來做一個搭配 那這個N加P的應用來講的話 其實最常用的是 在風扇的部分 那主要這邊 我們目前開發的就是 有40V的一個規格 還有60V 以及100V的規格 那40V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 可以考慮用在 像12V的一個風扇 當你目前12V的風扇來講的話 可能可能30V就夠了 那我們這邊是開 當我們30V 目前既有LineNab也有 只是我們現在 新的製程來講 是導入40V的 那60V的部分來講的話 主要是 像24V的一個風扇的應用 那100V來講的話 就是48V的一個風扇的應用 那以包裝來講的話 有像這個 TSMT8 就是尺寸 大概就是3x3mm左右 還有SOP8 是5x6的一個大小 這幾個包裝 然後這邊來講的話 另外就是 也是N加P的應用 在風扇的部分 那 以這個N加P的應用來講 當然在 主要是在馬達 例如說 像工具機啊 或者是說 像一些風扇的應用 那這邊有分兩種 就是 第一個就是 HBridge 的一個架構 HBridge 大部分是 N加P的Dualmode 的應用 會比較多 那再來就是 三項的部分 那三項部分來講的話 他可能會用 所謂的 N加P的一個架構 或者是N加N的一個架構 那以PMOS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 主要是在 RDSM的一個改進 例如說 我們從第一世代到 第五世代 他一個chip的RDSM 大概降低了 51% 那我們 我們以PCHMOS來講 我們跟其他競爭 的一個對手來比的話 你可以發現 我們在第五世代的一個 PCHMOS的RDSM 大概跟其他競爭者來比的話 應該是 同等級 或甚至我們 做得更低的一個RDSM 那這邊是我們40V的一個 PCHMOS的一個Line-up 那從比較小顆的 像這個3x3 的一個MOSFET 到這個5x6 下面這是比較大顆的 像這個TOO52 這樣的一個包裝 那大概這邊 是 60V的一個部分 那一樣有3x3x5x6 或者說像那種 比較大顆的TOO52 這樣的一個 比較 比較大顆的一個包裝 大概是100V的部分 那 他的包裝也是一樣 就是3x3x5x6 或者TOO52 那 從這邊 Nine-up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們在 RDSM的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跟第四代來比的話 其實都 降低蠻多的 所以 例如說像有些應用 他可能 PCHMOS來講的話 可能 可以應用在像 速度端 當作是一個 密接保護的一個功能 或者 當作一個開關的一個功能 那 這部分來講的話 可能會要求這個 PCHMOS的一個 RDSM的一個特性 那 但是他的PCHMOS RDSM 是越小是越好的 那 這個這邊來講的話 是DULE部分 就是PCHMOS的 那 有所謂的TSMT8 還有SOP8 跟 這個2x2的一個包裝 那 有40V 的部分 還有60V的一個部分 就是PCHMOS的一個DULE 然後 這邊是100V的部分 對 一樣有3x3 然後 這邊說P8 5x6 跟 底下有散熱片 2x2的一個包裝 再來是介紹 我們30V的 NCHM跟PCHMOS 但 這個是我們 既有產品的一個介紹 那 以30V的MOS來講 其實 我們一開始主要是 For Notebook DCDC 的 High Low Side MOS的應用 但在 High Side MOS 跟Low Side MOS 的選用上來講 當然有些差異 例如說 在Notebook的 降壓回路 例如說 像你這個是 19V 轉到1.05V 這樣應用來講的話 因為 High Side的它的一個導通時間 比較短 就它Duty Cycle 一般是比較小的 所以一般選 High Side MOS 來講 High Side MOS 要選用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就是 一般會選用 Low QG 的MOS 那在 Low Side MOS 的部分來講的話 因為它導通時間 一般會比 High Side來的還要長 它Duty Cycle 會比較長 所以 在Low Side部分來講的話 一般會選用 Low RDSM 的MOS 那一般 在這種DCDC 來講的話 這種降壓回路 High Side MOS 跟Low Side MOS 選用是不太一樣的 那 一般這邊的話 會比較常用 像 5x6 HSOP8的包裝 或說這種 3x3的包裝 或甚至這種 2x2的一個小型的包裝 這Single的部分 那或是說 有一些空間考量的話 可能就會用到這種 5x6 Dule的 或3x3 Dule的一個部分 那 就是剛才提到 就是說 我們在 DCDC 特別是在Nordbook 降壓的一個 High Low Side的一個MOS 選用 High Side MOS 由於它的Duty Cycle 比較小 所以一般會選用 所謂的 Low QG的一個產品 所以 以我們30V的MOS 來講的話也是有分 兩個大系列 第一個是所謂的Low QG系列 那以Low QG系列來講的話 我們第二號後面 是用GN 來做一個區隔 就是主要有像中 2x2、3x3或5x6的包裝 所以 以這個Low QG的系列來講的話 就是說它的 QG值會比較特別的 比較小 比較適合應用在 High Low Side MOS的 High Side的部分 那在這個系列來講的話 是所謂Low RDSine的一個系列 就是 以料號來看的話 就是我們結尾的料號 是以BN 來做區隔的 所以看到這 BN這個系列來講的話 就是它的一個 RDSine 會比剛才 就是 Low QG系列的RDSine 來的還要更低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這邊這些系列來講的話 是比較適合應用在 Low Side MOS的一個應用 那再來是P槍的部分 那這邊是主要是30V的 的部分 那有像 3x3的包裝啊 或是說像5x6的一個包裝 或是說有加散熱片的 HSMT8 3x3跟5x6的一個包裝 但是 在馬達的應用 那馬達應用來講 就剛才有提到 就主要像這種HBridge的 或是說這種三項的應用 那架構來講 可能就是有N加P的 或是說N加N的這樣的應用 那 那 當然 早期來講可能用的比較大顆 像用TO252啊 或是說像SOP8 這種比較大顆的包裝 那現在由於製程的一個眼鏡 還有Packet技術的一個提升 像TO252現在使用的 應該也越來越少了 其實 TO252它 現在主要像有HSOP8 Dual的 它特性也不會比 TO252來的還要差 甚至會比TO252來的更好 然後面積又可以做到更小 那或者說像這個SOP8來講的話 它就是 有像這種 可以用像 2x2或3x3的來取代 它特性來講的話 當然 也不會輸給SOP8 一樣 它的體積也是可以做到更 更小的一個體積 那 目前來講的話 在 風扇應用來講的話 用的最多的 就是大概這種 TSNT8 它尺寸就大概 3mm x 3mm左右 這樣一個小包裝 那如果說在風扇 例如說在Gaming或PC這種風扇來講 一般電流 是比較小 假設它有Pedriver 外掛MOS來講的話 一般選用的 MOS的規格大概就是2瓦等級 像SOP8這樣的一個等級左右 但是 以前是用的SOP8比較多 那現在主要 市場的主流來講 還是以這種 3x3 TSNT8這種包裝 已經是市場主流 那如果說 以小型化需求來講的話 也有像這種 DFN2x2的一個MOSFET 那如果說像是這種 Server 或Telecon的應用來講的話 一般它的一個電流會比較大 那Pedriver如果說它 需要外掛MOS來講的話 它外掛MOS需要的功率也比較大 可以需要到3瓦以上 當然早期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會選用像T252 這種比較大顆 那底下有散熱片的MOSFET 但是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 已經可以做到像 HSOP85x6的一個規格 可以超越像 T252的一個特性 或是可以達到 跟它一樣的一個散熱效果 然後像中我們現在有 3x3的一個小型化的包裝 如果有些小型化需求 的話 那它一樣底下有散熱片 也可以做到大的一個電流 然後這是我們 目前的一個Line-up 像這邊的N加P來講的主要是在 風扇的應用會比較多 那第一個這邊是HSOP85x6包裝 那這邊來講的話 當然電流都會比較大 有30V或12V的風扇 還有60V 24V的風扇 跟100V 48V的風扇 那以30V來講的話 它電流可以做到 18跟15A 那這大概 2-3A的風扇的應用 其實都沒什麼問題 那還有這個 60V來講 可以到9A的一個電流 那甚至100V的話 就是4.5A的一個電流 那另外這是 比較小包裝的 這個UT6MA2 就是2乘2的一個包裝 30V當然這是 for 12V的風扇 那可以到4A的一個電流 所以這種 像這個4A電流來講 如果說你的風扇應用是 1A等級來講 當然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如果說小型化需求來講 當然從2乘2的包裝 是非常適合的 那這是比較屬於舊的包裝 像SOP8的部分 N加P的部分 那TSM-T8來講的話 目前也是算是比較 以風扇來講算是 主流 就是TSM-T8的一個包裝 那目前我們在市場上 賣的最好的 就是大概這三個規格 QH8 A2A3跟A4 都是30V for 12V的一個風扇 那差異來講的話 就是它的一個 對應的電流的一個大小 不同 A4對應到的電流最大 那A2是最小的 大概看風扇的一個電流大小 然後去選擇 它用哪一顆MOS 那在這邊是 N加N跟P加P的一個部分 有SOP8跟TSM-T8的 這樣的一個包裝 那另外來講話就是說 我們也有所謂的 低電壓驅動的一個MOSFET 那可以看到這張圖就是 有些MOS來講話 你的電壓 就是你的驅動的電壓可能 沒有那麼高 就是IC它的一個驅動電壓 可能沒有那麼高 所以就是 會需要一些 低電壓驅動的一個MOSFET 所以我們這邊MOSFET 來講的話 有像1.8V驅動的 這種 比較屬於低電壓驅動的一個MOSFET 然後這邊是我們 目前低電壓驅動的一個 Line-up 那這邊主要有列出 這邊列出來就是 最低是2.5V來做驅動的 有像這一種 TSM-T8 就是SORT-346 或這種SORT-363 或是甚至這種 第二分二乘二 2.5V驅動的 那或者說這種 3x3HSM-T8的包裝 這也是2.5V驅動的一個 產品 如果假設你的驅動 DRIVER的一個電壓 可能只有 最高可能只有2.5V來講的話 可能就可以選用這種 Low Voltage驅動的一個MOSFET 然後這邊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是屬於DU的部分 就是有N加N P加P 或者是N加P的部分 那這邊強調的也是就是 它是所謂的 低電壓驅動 那特別是說 像這邊N加P的部分 那如果說你的 你的風扇的一個 DRIVER的一個 驅動電壓可能 只能到2.5V來講的話 那就可以選用這種 Low Voltage driver的MOSFET 然後再來這個是 我們新開發的 所謂的DUAL MOS 那它主要是用在所謂的 Battery Pack 或是有些應用 可能需要類似這種架構 就是背對背的一個MOSFET的一個連接 那這個跟傳統有什麼差異 傳統來講的話 可能有些會用到 用兩顆Single來去做連接 但是如果說用這兩顆Single 來去做這種背對背的架構來講的話 它電流走的路徑相對是比較 比較曲折的 它電流會繞一些 會繞一些彎 那像我們這個新的一個 DUAL MOSFET來講的話 就是說 它的底下來講的話是 就是Drain的一個端子 然後電流走的路徑來講的話 就是從 走直線就是Source端進 然後Source端出 然後經過下面的一個Drain的一個端子 相對的它的一個電流走路徑就是比較直 會相對的會比較順 那這是這個MOSF來講 它主要就是應用在像這種 有類似這種背對背MOSF的一個應用 是蠻適合的 那以上是針對羅姆的一個 第六世代的NCHMOSF 以及第五世代PCHMOSF的一個 新製程MOSF的一個介紹 謝謝各位